肺结核阴性会传染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燕 陕西省结核病院中医结核科副主任医师 肺结核的阴性 它肺结核的阴性就主要是弹卷的阴性 弹卷阴性的这种结核病它也是分的 如果是刚刚诊断结核病的初期 它的这个结核卷是阴性 它也是有一定的传染性 只不过是传染性非常小而已 因为我们每次给病人查弹 它有很多分泌物 我们只是查了这几个弹 它这个弹卷是阴性 其他的弹没有查到 所以不知道其他的弹是不是阴性 所以就说是在治疗的初期 它这个弹卷是阴性 只能说明它传染性非常小 但是呢 如果你抗结核治疗了两三个月以后 如果再反复的查弹 它的弹卷是阴性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传染性了 我们一般对病人 也是要让他要比如说是 要注意自身的一个防护 比如说是要让他佩戴口罩呀 然后房间的一个通风 还有勤洗手 然后与家人的一个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就是他平时所需要注意的 这个时候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